我們剛講到了這個謝點零他說 郭跟柯私底下已經有這個聯絡的管道 他只能講到德爾其他不能多說了 那麼柯文哲這邊也有回應了 發現郭台銘沒有放棄併購 所以823特末不能去金門 他害怕又被 金門海四三門隔夜海酒醉什麼都忘記 然後他的發言人就說 柯文哲是要選到底的 柯文哲將 也就是說那也才沒 柯文哲將正式請幕僚向郭瑩聯繫 柯文哲絕對代表民眾黨 堅定參選到底 這樣的一個想法 之間郭跟柯的聯繫管道是什麼 這個新聞當中也可以值得琢磨的 民眾黨人士講了 柯文哲下鄉 郭就會透過地方人士 來跟柯本人或幕僚接觸 希望來談郭柯配 黨內擔心這樣會打亂民眾黨的選舉步調 擔心支持者誤會 所以最近這幾天開會 親自下達了指令 透過幕僚向柯陣營正式表達 柯文哲絕對堅定代表民眾黨參選 到底沒有懸念 好 這個新聞發布的同時說 柯文哲開玩笑 站上三十趴了 賴清德 柯文哲兩個人 這是領先群都是三十趴以上 而且他們兩個的差距叫做誤差範圍內 所以應該是有三趴左右 所以這個侯友宜不到二十趴 意思就是說柯文哲要做總統 還擲拚 好 那麼周越寇說 郭柯和 而且郭柯和了之後 是不是就開始柯可能當行政院長 黨主席 黃珊珊來跟郭台銘配 陳志涵說選到底 黃珊珊說什麼郭黃沛 我要告啊 局將局 所以這個局面是怎麼樣 我要跟大家講 這個局 他還講到一句很傷的 他說黃珊珊根本狀況外 柯媽媽是關鍵 藍營人士私下告訴他 民眾黨內沒有人參與郭黃沛的局面 拍板立案的是柯媽媽 郭台銘找柯媽媽談判 這個媽寶怎麼又來了 郭台銘可以找柯媽媽談判嗎 大家回憶一下 說柯文哲選到底的 都是他們的發言人 他們的幕僚 柯文哲自己有沒有說他選到底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 要當副的很難 他沒有話說死 他沒有話說死 他不像那個金普松 已經幫侯友宜把話說死了 你的胸膛倒下去 也要走到底 那是沒有談判空間 所以柯文哲本身自己 沒有把話說死 是他身邊的人 不管是發言人 還是這些要搶不分區的人 把話說死 那有什麼用 你又不是柯文哲 侯友宜不能決定 他要不要當副的 侯友宜是一定要選到底 因為他背負了國民黨 這麼大的一個十字架 他不能倒 那些孤城涅子嵐 如果侯友宜決定當副的 他會把他給出征到爆掉 所以說侯友宜沒有退路 所以非律組織 非律整合 非律聯盟要整合 侯友宜已經先被排除在外 你是孤城涅子 你是不可能跟我們整合的 唯一可能整合就是郭跟柯 那現在郭已經透過很多很多的管道放出來 甚至郭自己都說過 我不選正的 我出來選什麼 他是一定要選正的 柯文哲是有可能選副的 可是郭跟柯這兩個人是可以決定自己要不要選 所以謝典寧跳出來講是他很擔心一件事 就是郭董今天的簽書會 如果下面有人站起來說郭台銘選總統 萬一郭台銘說Yes I do 或是說好怎麼辦 那這個戲就演不下去了 所以我覺得謝典寧是提前一天 把這個訊息放給郭台銘 今天簽書會 你一定要按得住 你不要突然間又突然間發作了 突然間又說我要選了 那就破局了 為什麼 後面還有得談 那柯文哲不去金門823這個活動 而且這麼早放出來表示什麼 柯文哲怕郭台銘 如果柯文哲不怕我去那邊我強勢 是我整合你我為什麼不去 柯文哲怕了 柯文哲擔心了 他怕去的時候被郭台銘 首付花招很多好不好 你不覺得他這一陣子花招超級多的 什麼山盟海事又說喝醉酒忘了 會不會你想想看 當年郭台銘是花了多少精神 在二零一六年整病下譜的 他下譜他一定賺錢嗎 不見得啊 我賠得起啊 你知道嗎 我玩得起啊 那現在他對這盤也是一樣 所以這兩個人到九月十三號 我我再強調一點 郭台銘宣布連署是手段 完成整合才是目的 好 郭台銘在演什麼 823不去了 我要跟他們講 我要選到底啊 現在在幹嘛 這樣是表示不談了嗎 把鐵傷的門關上嗎 就是要狹路相鴻 另外開個後門找郭媽媽 郭台銘跟柯文哲在玩一個 膽小鬼遊戲啦 什麼叫膽小鬼遊戲 就是比到最後一刻 誰往後退 那誰就做副手 所以現在都在放風聲階段 所以你看郭台銘有沒有講說 他不跟柯文哲合作 有沒有講他一定要參選到底 都沒有 柯文哲有沒有自己本人出來講 都沒有都是放話階段 那放話階段就很多的意思 各種不同的利益的團體 就開始按照自己的利益 去放所謂的郭台銘的聲音 或者是柯文哲的想法嘛 那其實他們兩個之間呢 我覺得他們之間上面是有一個大戰略的 這個大戰略叫郭柯合作氣保猴 因為侯友宜叫做他們叫做老公司 裡面股東結構太複雜了 要跟侯友宜國民黨合作實在太複雜了 所以乾脆不考慮侯友宜 直接到選戰最後 侯友宜你即使你選到底 我叫做氣保你 因為只要三角形 兩邊橫大於第三邊 只要兩個人合作 侯友宜就一定會被氣保 那這兩個怎麼合作 就是誰做政誰做副 或者是也剛剛傳出來說 黃珊珊做副 然後那個行政院長讓柯文哲做 這都是各種的排列組合的可能性 但是重點是郭台銘 現在沒有跟柯文哲的談判籌碼 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你沒有門票 這張門票是在柯文哲的民眾黨手中 我握緊緊的 我握緊緊的 只有我去逼你跟我合作 沒有你逼我合作的問題 所以為什麼謝典零會說 明明說他不支持獨立參選 又要叫郭台銘宣布參選總統 這兩句話不是矛盾嗎 如果你不拿到民眾黨 再讓門票 那你怎麼宣布 沒有他們又霸王硬上攻 不是 他們就議併柯文哲 連署 連署是非常重要的一關 也就是說郭台銘 你問我會不會直接登記 所謂的連署 一定會登記 因為連署之後 他才能拿到50萬的連署 一方面有實力 一方面我有門票 我有門票的時候 我在跟柯文哲談說 我已經有門票了 然後狹路相逢 勇者勝鬥到什麼時候 十一月十八號到二十四號 你柯文哲會不會登記 因為我對柯文哲的瞭解 他一定會比到最後一天 如果我的民調輸你了 我才願意當你付的 所以狹路相逢勇者勝 這一局會從現在 一直比到十一月 而中間最大過程 為什麼柯文哲那麼害怕 因為郭台銘如果 挾著整個連署的活動的時候 他可以造出很大的事 第二個我就算五十萬份 七十二個選區 每區有八千份 葉仁智在這邊 八千份的名單你要不要 你要的時候 你國民黨的小基數站在我後面 誰要誰站在我後面的時候 侯友宜你選得下去嗎 他才可以造成 棄保侯友宜的效果 我跟你講更具體的是 我講個日子好了 他們現在在拼的叫做決戰十一月二號 因為九月十八號四十五天連署 十一月十一號結束 那送到中選會 如果過了那張門票 柯文哲你有門票 因為民眾長上次的 郭台銘也有門票 但是有門票 不代表十一月二十四號要去登記 所以現在這個局 他們在鋪陳的就是決戰十一月二號 所以現在沒有什麼八月九月十一月 中間的過程就是對撞 對撞對郭台銘 為什麼說他有利 一 我有資源 二 我有五十萬的名單 我可以去威脅所有的小基 所有的小基敢不去連署嗎 那都名單 那都郭董 支持郭董的名單 不是 議員制一定是去連署的 沒有 只要拿到門票 你看他國民黨小基的態度是什麼 過去的時候 我剛剛講波多毅也協議 當時罵得最凶的都是國民黨四議員 你看現在這個空檢議員團 國民黨都沒講話 我覺得小基過去有難度 因為我們之前是有個黨紀 就是只要有別人宣布參選的話 你不能跟他空框 站台就開除 所以如果說他開始連署 他就代表他要參選 那小基站在他後面 就變成不是基了 就被開除了 我覺得小基不會去站他 如果郭跟柯要兩個人 彼此互相玩台小鬼對撞 我覺得那個到最後 到十一月已經雙方已經三橫磊磊了 沒有互信基礎 臺灣唯一一次什麼什麼配 是2004年 那時候是連宋配對不對 當然不要忘記連戰 跟宋楚瑜在兩千年選總統 宋楚瑜是拿到四百六十六萬票 連戰只有拿到兩百九十二萬 宋楚瑜是說我票贏你那麼多 我還願意當副手 那是完全是 就真的是坦承 大家開誠布公了 就是誠意 沒有開誠布公了 關鍵在哪裡 當時的連戰有資源 後來的宋楚瑜沒資源 但是問題是 現在誰有資源誰沒資源 但是問題是 郭台銘也有資源 問題是那個時候的 我宋楚瑜我二十個駱駝比馬大 我也票這麼多 但現在就是說 郭跟柯之間 雙方現在這樣彼此互相的 攻來攻去的話 我覺得那個時候 到時候雙方都三橫磊磊 那你說要怎麼合 你光是今天陳志涵說 八二三不去金門了 柯文哲為什麼不去 上一次五月三十號去的時候 郭台銘在金門 被當成金門王 柯文哲本來以為他去 很風光 因為他覺得他應該很受歡迎 結果沒有 完全被郭台銘掩蓋住 所以這次我覺得 乾脆不要去 乾脆不要去 審視 我去幫你再做場面 我何必呢 所以你看 如果他們兩個人真的互信夠金屬 再來一次三門海事 再來一次食指警扣 再來一次這個小金門夜宿 然後看著大海 所以你對郭柯衡還打一個問號 我是覺得那個 而且我認為接下來 本來這個陳 這個陳玉珍說八二三 有三個大頭都會去 郭董 柯文哲加上侯友宜 我認為柯文哲不去 之後侯友宜也不會去了 我幹嘛去 我幹嘛 侯友宜在金門 大概是三個裡面票最少的 他去幹嘛 他不要去了 既然三個那就破局了 所以我覺得這場 這個搞得會非常的難看 就變成說 而且你看郭台銘每天都在做饑餓行銷 說什麼美國回來 或什麼重大消息 搞了半天 結果下午簽書會講了什麼 我覺得那個東西 已經變成歹戲脫膨 你到底要不要選 我覺得今天 你覺得他要就早點選 我覺得現地迎接人 我覺得他們有點對郭 有點懷疑 你到底是不是在玩我們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因應 因為大家會覺得說 我為了你 我都怕不怕得罪黨中央 結果你要選不選 他去美國十天對不對 我看他臉書跟美國 他的個外臉書我會去看 關於他訪問美國只有一篇 就是他跟他去看棒球 跟那個張玉成合照 就只有那個照片 其他他不是說他要見他要見什麼 那個那個張美國的什麼 政要對不對 見誰 沒有啊 他他本來他還跟著那個美國的一個知名作家 叫佛里曼 他拿過三座的普利之獎 他把那個臉書PO出來 結果把臉書拿掉了 所以我覺得郭蘭明智去美國去 我覺得感覺說了很漂亮的話 講一大堆 華而不實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給他感覺就是說 他到底你這樣一直在玩弄你的支持者 大家也會受不了 OK 對 好 陳志涵他再次強調 我們接下來要打孫子兵法 什麼叫孫子兵法 重申柯文哲會選到底 孫子兵法就說這一票 阿公阿嬤要聽孫子的話 才會偷偷 我看是吃很壞 但是委員 這有一個重點 剛剛講到說郭台銘開始如果要連署 就慢慢地尬 小雞是要怎麼樣站在哪一邊 郭台銘勤跑中南部鎖定宮廟 高雄一個里長講的 香油錢破百萬 宮廟就像地方的地基柱 香油錢內情人士告訴我們 會有百萬起跳 這些宮廟很多都是支持郭台銘的 但是不能明講 郭正銘有聲明 香油錢是水洗的 百萬是謠傳 絕非創辦人形成的重點 一間廟一間廟一百萬 那你就真好連署了吧 我比較煩惱郭台銘再來 宮廟就不敢去 去後一百萬 就大家在宮廟 大家在那裡開始看 有早那個了嗎 有早飛行我來嗎 一間都要一百萬 一百萬那開什麼玩笑 很嚇人的一個數字 他逛菜市場的時候 我們菜市場 我們選機的時候 菜市場不是一百兩百要買 他是一千塊一千塊要在賺 他現在想說要學會花錢 郭台銘有一個好處 你看郭台銘的一個好處就是說 他現在是大足災 大家都去害怕到 現在剛才不怕他就只剩下 剛才柯文就不怕他 尚想怕他 國民黨最怕他 你注意把他看最近郭台銘的行程 你看看 郭台銘的不是認好人 認好就一檔幫你怎麼 沒有人去幫你摸到 都誰 郭台銘 你注意把他看 他這一場他們在徵召裡面的一個戲碼 裡面演到現在 演不成功 郭台銘到現在你去問他 你會覺得說 他為什麼年紀大之後 人家沒癢 在恐懵 他今天想要選總統 他行動力很強 很強 他從美國回來 今天奔到南投看齋 所以他所有的 後來沒去 所有的動作 他是知道就是 他知道有時候意外會影響看齋 他就決定不去 但是他馬上在許淑花那邊 在飛機上就講說 永齡基金會的物資已經在路上 所以嘛 所以你看他每一個言語 每一個動作裡面 其實就是朝向說 我就是要選總統 但是你注意把他看 他這樣的一個一系列 從這個整個五一七到現在 他除了把侯友宜搞的 現在就是十幾趴到二十趴這樣以外 他哪有對他自己做出的民調 要做出多大的貢獻 其實也沒有啦 國民黨現在也看他陷害嘛 你知道嗎 國民黨你看今天李德偉跳出來 李德偉說 你如果要參選 你過去的一言一行 你以前做過的啦 一樣跟別的好選人一樣 全部都要撤離給你檢驗 那好啦 好玩啦就是說 繼續再亂下去 郭台銘繼續亂下去的話 像坦 像坦 四趴出來算 朱立倫講得最清楚啊 可能就 賴金德放鞭炮 四趴應該我比較好算 三趴我也會更輕鬆 兩趴當然我會算得很累 但重點是我認為 柯文哲到最後還是會選啦 他確實還是強啦 你說郭台銘 郭台銘你的存在 郭台銘你就很像這個啊 你們說 你們說我們小雞跑過去 你們小雞哪是跑過去 你們小雞是被 郭台銘把你抓走的 來來我這邊有飼料 過來這邊吃 老虎抓小雞 真的就把你去抓走啦 他現在這樣去鞭炮 你不知道 國民黨說 一條啊我 郭台銘說 他整條啊 莫來這裡我自己去鞭炮 小雞先把他抓抓去 所以國民黨的困境 是在這裡啊 好所以不要怪民進黨 洪悅瑜說 這兩個人又要把我變成別的人 這不是做人該做的事情 他打的點還是那個 胃藥案 他說這是烏龍的 怎麼可以用胃藥案來拉低 我製造仇恨感呢 我們來聽聽 這個侯友宜細數他的委屈 來看VCR 一聲聲加油難不成比凍算 還要實在 侯友宜跨去到桃園跑行程 跟在地掛鋼琴 還和六位小雞合體便當會 展現團結氣勢 往後的這個組織戰也好 空戰也好 其實我們全部準備好 會跟我們的總統候選人 大家一起齊心協力 把這場比賽打開 就算小雞有信心 不過多台名防美反台 強調有重大消息要宣布 外界解讀是要宣布參選 侯友宜只回應不清楚 但對賴清德批評 國民黨體九二陸勢 一個中文原則 只會走入內戰 侯友宜態度顯得強硬 賴清德不要自欺欺人 侯友宜一定是堅守民主自由 就像我一輩子守護中華民國 含耀守護中華民國 但總統這局該怎麼贏 如今民眾黨內參民調曝光 賴清德穩居第一 而柯文哲緊追第二 兩人都在30%以上 而侯友宜則是不到20% 民調期間就在柯文哲舉辦 演唱會過後 其實內參的民調 我們跟賴清德 和副總統的差距 是非常非常的微小的 柯文哲是穩定的領先 侯友宜 而且呢即將要追上賴清德 其他黨派的內部民調 很精準 對我們主席的領域 最近挺好的基礎 它讓我們基層民眾 最有很深的體操 民眾黨拋民調 似乎想跟朱立倫日前放話 超科感賴不穩的瞭頭 侯友宜想延續基層期待 但非律如何整合 郭柯兩人這塊燙手生育 內外夾擊 侯友宜 好這個我們前幾天在討論說 林晶傑這個事件 這個國民黨怎麼沒有用黨計 來處理一下呢 這個處理一下 其他小雞都不敢飛來飛去 結果林晶傑今天真的是表忠 表忠誠 他被國民黨嚴重的口頭警告之後 他說他就是圍一挺 而且他當年就是被侯友宜 這件事情感動到 什麼事情呢 侯友宜當年勇闖南非五官管理救人 至今非常感動 不論如何這次要讓這個英勇 當了大半輩子警察的侯友宜來當領導人 這個表示忠誠 再來看一下 這個小雞吃便當 侯友宜說 他真的很蠻誠心的 跟這些小雞對不起 不好意思 這個步調 現在已經慢慢的上軌道了 那這個小雞現場的一個狀況 袁茲 你覺得氣氛是怎麼樣 一片和氣 而且 而且我 不是說羅志祥講話很痠嗎 羅志祥沒有講話 羅志祥沒有講話 昨天就侯友宜來的時候 他就跟大家抱歉 他說之前步調比較亂 然後他覺得現在步調回穩了 然後接下來他說要往中南部跑 因為他說中南部 他去跑的時候覺得氣氛很好 他認為氣勢會起來 然後影響到北部 因為我們昨天全部都是雙北的候選人 然後他就一一點名 你們應該都沒問題 都沒問題 然後後來還是我們主動說 那不然大家合照一下 所以絕對沒有什麼小雞要切割他 不跟他合照的狀況 那昨天林靜姐也都沒有發言 然後也都跟後尼這樣搶鏡頭跟他拍 像我也是被南非五官那個畫面感動到 所以我覺得 所以接下來就是說 而且昨天你知道嗎 那個背板後面 我覺得你很不誠懇 那個背板後面還寫說 這個同胞需團結 團結更有力 對昨天的背板 這不是郭台銘送給那個 那以前搶貴水的嗎 所以我覺得 現在大家都要搶這個招牌了 以後就無法見縫插陣 現在母雞跟小雞就站在一起 那當然郭董一定也會想要跟我們的人接觸 當然因為我也有聽過 我們新北某一個選區的候選人 他也跟立章講 他說郭台銘跟柯文哲都是支持他 還放資源給他 所以我相信郭董或柯文哲 有一些我們的立委候選人 確實可能有跟他們試駕接觸 但我覺得那個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是 因為現階段 侯伴的態度 我覺得是比較強硬的 就是包括就是昨天播那個關公的影片 包括昨天營造出來的氛圍 都是感覺是跟郭那邊會比較 要減少接觸 但黨又不太一樣 今天有一個我們有一個黨的發言人辭職 那為什麼他辭職 因為他之前講錯一句 他那時候罵那個郭台銘是政治界乃哥 然後又得罪乃哥 又得罪郭董 然後所以那個我們的文傳會主委 就跟他講說你不要再 你在上節目跟辭發言人兩個選一個 所以後來他就辭發言人 所以看得出來就是黨部的態度 是比較不要去跟郭開戰 但我感覺敬辦是要邊緣化郭 這件事情確實 敬辦要邊緣化郭 像李德維其實不是連的人 李德維現在是幫忙敬辦的 李德維就一直在開幹小雞的 就是要撥根區 李德維最近就是一直在開幹小雞 要好好的在國民黨裡面做事 然後繼續再爭取一任不分 我不知道他動機是什麼 但是他現在是在敬辦做事 侯的敬辦做事 所以敬辦現在其實是比較 比較要跟郭劃清界限 但黨部又比較開放態度 侯友宜做這個關公形象影片 對他有加分嗎 當然沒有加分 他是要再跟郭台銘將軍 對自己的形象有加分 就是放給郭台銘看 那幹嘛花那麼多錢 其實直接跟郭台銘講就好啦 他就是跟郭台銘講說你要守誠信 但是你要跟郭台銘講誠信之前 你們國民黨要先跟郭台銘講武德 當初五月十七號的民調 就是不講武德下的結果 另外我要講的關公是武財神 不只是拜關公要拜誠信 要講武德 你還有財神的觀念 財神才是重點 所有要選舉都需要財神爺 所以關公是郭台銘 才能夠真的能夠拿起這個關刀的 為什麼呢 我已經剛才講了 連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武器 他才能夠取得跟甚至是侯友誼 我不覺得國民黨會換侯友誼 但是如果到最後所有的小機都在幫郭台銘連署 因為我要到要那些名單 如果我接下來郭台銘已經拿到五十萬了 我要不要跟郭台銘合作 那都是國民黨的小機們的必須考慮的問題 這也為什麼是禁辦跟朱立倫 所考慮的不一樣的地方 朱立倫絕對放水了 禁辦也只能放話而已 朱立倫為什麼放水 因為朱立倫考慮的重點叫做 我小機我所有的立委參選人 必須選票極大化 我小機們要席次極大化 這是朱立倫他的利益 他未來作為黨主席 他的立委如果過半 或者跟民眾黨合作過半的時候 他才能夠主導政局 那時候他還是黨主席 明年他還是黨主席 他才不管郭友寅你的生死 你要選選到底你就選到底 但是我作為黨主席 我考慮的是小機 我當然放水小機們 去參加柯文哲的活動 或去參加郭台銘的活動 我幫他補充了 朱立倫講的叫做執政大聯盟 對不對 執政大聯盟要靠哪些 黨主席和立委 所以他會講 那為什麼金普通對執政大聯盟 他們的敏感 因為這裡面 只要有黨主席就好了 而且如果說 讓郭友寅當上去的話 可能朱立倫連總教練 連球團老闆都沒有了 所以朱立倫的利益 是跟那個郭友寅不一樣的 你現在國民黨造成這樣 你有看到國民黨這麼衰過嗎 不會啊 國民黨本來我就覺得 這一次是一個 這會不會是國民黨 最衰的一刻 是國民黨在台灣歷史上 最重要的一刻 我一直想說 第三波民主之後 舊威權政黨沒有崩解 害我們很多腳步都停下來了 所以現在國民黨要崩解了 國民黨終於要面對到崩解的狀態 我覺得侯郭柯 就是說在昨天 侯友宜這個影片沒出來之前 大家是相敬如賓 大家都還表面上維持和諧 那我覺得侯友宜這個影片會出來 其實就是針對郭了 我覺得那個煙消味已經出來了 所以他們三個人到最後會不會互相攻擊 然後打成一團 是很有可能的 他意思就是說 我姓關公 縱然諾 其實就要諷刺誰 郭台銘你也姓關公啊 可是你現在願賭不服輸啊 對不對 然後你這樣 你如果之前出來參 不管是連署 或者你阻擋 你就是輸不起嘛 你上一次也輸不起 四零人員輸不起 就算了 現在又輸不起 所以他現在在搶那個話語權 就是我先定調 關公是縱然諾 而你郭台銘 如果你這個願賭不服輸 你就是 你自己是關公的信徒自居 你如何自處 那到時候 郭台銘要怎麼解釋 就不理他 他說你們這個就拍掉 不理他 江湖再走信守要有 講了兩個月 所以郭台銘到時候 還是必須要面對 他就說你們國內初選 你們是玩假的嘛 就不是我不縱然諾 是你們是你們這個整個的民調 所以又回到了這個講三個月的輪迴 所以我覺得那個那個那個 看起來那個煙銷味越來越明顯 我們來往前進 這個標題叫軟趴趴 不查柯文哲 講完為了藍影小雞 含淚吞爛 這爛爛很多 二點三億 二點三四億 你十二天前怎麼可以就拍板 你卸任十二天前怎麼可以拍板 定案要付給廠商 然後呢這個減書賠成無嫌味 舉行了記者會了 合約書的精神就是不用賠 為什麼你即將要卸任 你說要賠這二點三四億 到底是什麼意思 然後呢慶祖議員就說 這個八年濫用二倍金 毫無財政紀律慶祖難輸 我們來看VCR 日前深陷北流欠款1.9億 流爛攤給蔣市府爭議 柯文哲拋解方 但確實主張拿二倍金還錢 引發質疑 但事實上柯文哲在台北市長任內 被批評濫用二倍金 早就不深迷局 像是去年卸任前 柯文哲加碼熊好勸 就用了二倍金八千三百萬 舉辦城市博覽會 更被質疑企圖規避議會監督 分別動用兩千九百六十萬 和四千八百九十五萬二倍金 就連北市府辦的耶誕活動 花了八百多萬元 推動保月活動的兩百七十萬 經費來源也都是二倍金 包含宣傳台北大眾走活動 也用了八百萬元 舉辦後疫情產業數位轉型記者會 規劃執行費四百五十萬 也是二倍金 國民黨北市議員王馨宜就點出 就是怕二倍金被濫用才鳴定 如果要動之超過五千萬 都得到議會報告 柯文哲當他起心動念想要選總統 所有的財政紀律 根本就是笑話一張 而二倍金就是成為柯文哲 延續政治生命的政治工具 二倍金其實他的使用用途 都是有一定的規範的 那麼柯文哲當然也都非常遵守 這樣的規範 我想藍綠陣營在這邊做太多的 選舉的操作 我想是沒有必要 台北市長任內柯文哲頻頻被藍綠議員炮轟 把用來緊急使用的救命前二倍金 當作自己的小金庫 現在柯文哲卻反過來質疑 前瞻經費是大傻幣 避免令外界質疑 怎麼會是兩套標準 好專門委員 剛剛陳正南說 這是政治操作 完全是合法合規 他怎麼合法合規法 這個議會已經說了 你老是在亂動用預備金 所以超過五千萬 你要動用第二預備金的話 要讓我們知道 所以他就把它拆成兩筆五千萬以下 議會就又不用監督了 有沒有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臺北城市博覽會 很多人都說金庫就不用辦 結果他為了要規避這五千萬 拆成一筆叫兩千九百六十萬 另外一筆四千九百萬 不用規避了 這真的有財政紀律嗎 現任之前怎麼撒幣 老師說蔡英文撒幣 他怎麼撒 他在光是臺北市就怎麼撒法 三天豪值八千三百萬第二預備金 辦理什麼雄好券 做加碼 商家大排長龍 變成雄好之亂 還有我不明白 臺北大眾總 為什麼光是宣傳 又要動用第二預備金八百萬 委員 你台北市也是監督很久 怎麼有人這樣花錢 臺北市是這樣 跟全臺灣各縣市來看 臺北市算上有錢 那你說預算通過以後 那議會通過了 當然你就可以花 但是二倍的部分 議會大部分都下個蛋輸 救命錢 緊急的時候要用的 所以呢 你要把我撒過五千萬的 你不要動這個你的小金庫 你要怎麼開來怎麼開 不行 要撒過五千萬的 來議會 我當然 你怎麼可以開 這不是 但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花完了 你要怎麼辦的問題 就是說你要監督別人的時候 別人也會把你挑出來 說你這個符合二倍嗎 你到底這條是要做什麼 尤其是現在出現的北流 跟北易以後 這個考驗的都是什麼 考驗的都是 但是我們旁邊的人在評論人 會覺得說 你在批評別人的時候 你自己也這樣 好啦 好玩的事情來了 就是說這一些 譬如說他今天跟 今天跟班老師 你是那個廠商 台北市政府 不管是哪一個市長 跟你講好了 調解已經成立了 一天九一要不要給你 當然要 你去法案訴訟 你一定可以拿得到 被告是台北市政府 你根本就不用怕他跑掉 兩億三又怎麼樣 你台北市政府 任何人來當市長 你都不要負責 所以苦主現在叫做蔣冠安 可是呢 可以講得最清楚的 你不可能去期待 柯市府來講 他已經卸任 就是我這當然說 都要說好的 照理說議員已經說到這樣 一個人點主主就是點主主 現在的台北市政府 就沒有全部都沒有話 沒有 照理講 如果說今天要拉台侯友誼的選情 是不是講完這邊要注公 要出手 沒錯 你就是把他打到底 你最清楚 但是他顯然沒什麼動手 所以我 他是不是在預留 還有藍白河的空間嗎 不是只有郭白河嗎 還有侯白 侯白河聯絡的空間嗎 很明顯他也看衰他們自己人 他現在也覺得 我侯友誼 我拿你出手 你現在還沒命 我給你出手 我不用出手 你也是輸 我給你出手 你也是輸 何必我幫你去打柯文哲 我講完我也不想算 講完現在他期待的是什麼 他期待的是說 現在死黨 再來又死黨 再來總統 不然你再死講 他的想法就是這樣子 不用懷疑 講完的想法就是這樣子 肯定是 所以就他現在你說叫他去打柯 他哪要打柯 他其實要交辦很快 來 政公主委給他查看 對台北市民有一個交代 外界繞得風風雨雨 好 來 查查完之後 有問題嗎 有問題 上監察院 沒有問題 你應該還給柯市府一個公道 現在台北市政府 你本地是苦主 你也是輸主 那天主主 什麼的 說到白流 他就 他夠了你也點點 兩月三月你也點點 這樣好像就是 我們算帥啦 平衡摸的啦 我做了市長就好了 人來 有多少宵 台北市政府中立 反正也不是從你的口袋裡面出的 可是這個態度就很怪 是不是 就像慧銘你講的就是說 我們港黨的 有一個叫蠔友宜在選舉 不然我們也會助攻一下 我也沒有看到說 這個腳亂跟蠔友宜處得不好 也沒有啊 那既然沒有的話 那一般來講的話 同黨同志應該會相助 不然你要學蠔友宜 我告訴你 蠔友宜是說 現在可能沒辦法大尾 蠔友宜也有支持的人 有一個人會想 人家蠔友宜在選的時候 蔣萬安你在哪裡 那兩筆可以解釋得很清楚的 你都不來解釋 到時候 我們換他開花 所以這樣的一個算計裡面 我從蔣萬安的態度 這兩件事情來看的話 他是徹底把蠔友宜看衰 他也看衰蠔友宜 來我想請將軍 因為您現在是擔任司議員的知務 為什麼現在北易大被說成是大密報 原來這個市議員翻開合約 才知道說 這2.36億是不用賠的 北市府跟廠商經歷的七次調解 主管機關五話局都不賠 但為什麼柯文哲在卸任前12天決定要賠 把債務留給臺北市民 因為他們這個合約是總包價法 你就是在六十四億的範圍之內 他們後來也有追加 但到六十四億範圍 就不用再追加監照服務費了 這筆錢不用付的 柯文哲為什麼要付 在不用付的狀況之下 柯文哲會妥協 你認為柯文哲是吃素的嗎 還是柯文哲很好協調 柯文哲很難協調 是不是柯文哲在廠商之間 有什麼事情 他不想被人家爆出來 或不知道 對 否則柯文哲怎麼會讓步 因為文化局就不給錢 對 按照柯文哲這麼一個非常斤斤計較 凡是蜘蛛必濟的市長 他怎麼會對廠商這麼大方 絕對不是吃素 絕對不是說突然間佛光普照 要照顧大家 絕對不是 是不是他跟廠商之間有什麼 他不想讓廠商曝光的事 我覺得這臺北市議會都要去查 另外我講到第二玉備金 絕對不是市長的小金庫 按照預算法裡面很清楚 有第一玉備金有第二玉備金 第一玉備金是在各單位裡面的 他年度執行突然間改變 他自己要支用 第二玉備金 這是用有條件的 重大天然災害 不是說這種用法 你覺得他財政機率怎麼樣 太差了 太差了 而且我覺得他在欺負臺北市議會 為什麼欺負呢 你在規避了很多臺北市議會 必須要去監督的一個權利 你請問你這個用了以後 就不用再核備嗎 不用報備 不是說不用核備 你用完以後 你把你的用途別 還是要到議會去報告 否則這筆錢誰來監督 編了一筆這麼大的第二玉備金 都是市長自己愛怎麼用 就怎麼用 所以他才會誤以為說 講完 你就用第二玉備金 把它支掉就好了 第二玉備金 不是市長說用就能用的 還要受議會的監督 那請問柯文哲這第二玉備金 你怎麼用的 你怎麼用的 你說你規避 招標沒有關係 你每一筆在年中的時候 都要通過議會的核定 那麼這是不是呼嚨了議會 所以我一直在呼籲 臺北市政府的行政員工 這些所謂的事務官 你不要變成柯文哲的棋子 你要把你的保命符拿出來 所以我呼籲臺北市的這些事務官 如果你要被背黑鍋的時候 勇敢的把你的這些老力檔案 調出來 讓柯文哲所有要規避的方式 攤在陽光底下 不是你要逃避 是誰做的決定 誰負責 好 易善兄 一合約免賠的 為什麼卸任12天前要核准這2.36億的賠償 你那麼了解柯文哲 你想通了嗎 我覺得因為後面四年 我沒有在市府 所以我不知道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但是這一定是有問題 包含所謂的北流1.9億 我覺得第二玉備金的問題 柯文哲可能用得太習慣了 不要忘記黃珊珊 竟然叫蔣萬安用第二玉備金 去支付這個所謂的北流的1.9億 這是不合理的 所以李四川後來說我用電付款 為什麼叫電付款 電付款最後還是要回到議會去做審查 那為什麼黃珊珊要叫他用第二玉備金 因為不用經過議會審查 如果我北流的1.9億 用電付款的方式的話 我進到議會審查 議會可能就會查出一些貓膩出來 這個才是柯文哲最害怕的地方 所以他為什麼人家講他北流1.9億的時候 他說我是一個不會貪污的人 就開始講那些話 人家又沒有講你貪污 人家只是說你利息 為什麼那麼拖那麼久不付 利息衍生臺北市民的損失 利息怎麼可以打5% 對 而且打5%都是問題 而且我說真的1.9億或2.3億 這麼高額的所謂廠商跟市政府之間 我們一般民眾利息 為了差那0.1% 0.2%都要找好幾家銀行做工 沒錯 我們買房市都要比較貨比3家 貨比3一個銀行 但是柯文哲為什麼搭5%的利息 再加上說真的這麼高額的所謂的廠商跟市政府之間的爭議 一定不是所謂的基層公務人員可以決定 再來就是說基層公務人員都會建議市長說 這個我們還是採取仲裁 對我們有保護 因為仲裁叫第三方你仲裁下來 我該付我就付 而且我對議會也有交代 因為是仲裁打輸 但是柯文哲竟然這兩岸都沒有走所謂的最後仲裁的階段 那為什麼不走最後仲裁的階段 又在市府在你下任之前簽名通過 我覺得監察院要好好查 這些都可以提到監察院查之後 或者是市府的針鋒署先行查辦 查辦之後再把資料 因為我覺得貓膩都不會在公文裡面看到 貓膩都在所謂的會議裡面 談話紀錄裡面會出現 這些都是所謂政風速要好好去查的事情 然後你有研究發現說蘇建榮 之前是我們台灣的財政部長 離開市政府之後就不還債了 柯文哲第一任建立了很會還錢的形象 你說幫他管账的是蘇建榮 是蔡英文借他的 是當初其實柯文在2014年選舉的時候 他很多的政策幕僚 其實跟蔡英文是用的是同一批 包含什麼林景昌 陳景俊 林青龍 現在在高雄市做副市長 其實跟市府 柯文哲在第一任的時候 用了很多民進黨籍的 或者是民進黨友好的一些學者們 這些包含一個蘇建榮 那蘇建榮被稱為台灣 最會還債的財政局局長 跟財政部部長 他卸任之前他反對什麼 就是我們今年三月大家領得很開心的六千塊他反對 為什麼他覺得不應該發給大家 應該拿來還債 那柯文哲前一任前面兩年 都用蘇建榮做財政局局長 也還了不少的債務 然後後來小英認為他說很會還債 把他要借掉到中央 那看起來也還了不少債 蔡英文總統在這所謂的 這陣子在打還債的議題 他其實把所謂的 剛才那個莊瑞雄有講 已經降到27% 也還了不少債 當然蔡英文更會賺錢 賺了很多錢 所以我們有前瞻計畫 各種計畫可以推動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柯文哲你在指著別人的時候 你說別人是做假帳的時候 你先去問問財政專家 問問最會還在你之前的財政局長 蘇建榮 他是不是幫蔡英文政府做假帳 如果他說不是 那你用的這個蘇建榮 也是你用過的 你為什麼不相信他 然後你自己現在 到底聽著誰的話 直指蔡英文政府是做假帳的 好 廣告之後我們更多討論 現在開始就是 非律聯盟裡面 開始說蔡總統做假帳了 沒有還那麼多錢 兩兆二是債留子孫 蔡英文總統剛好這麼臆錢 真的講白慘嗎 廣告之後我們要好好的 把這整件事情說清楚講明白 馬上回來 歡迎您回到新聞現場 這個蔡英文總統說 有政府會還錢 當大家開始在打政府預算 尤其是國民黨 民眾黨開口就說 政府腐敗無能 下架這個無能的民進黨的時候 大家就思考說 民眾做這七冬瓜 真的有這麼厚嗎 這麼腐敗無能 什麼都不會民不聊生 什麼通通都沒有 要什麼沒有什麼嗎 這個大家就要去想 是不是真的是 藍軍打的這個樣子 連侯友都說 說白菜圍民都不會紅 就開始酸蔡政府了 然後這個藍白都說 特別遇上二點二招是 不是債留子孫 連孫子曾孫子 都要承擔這筆債務了 那到底民進黨 你這個明明就是 留很多的一大錢坑 給我們的徵孫要還錢 卻嘴巴說自己最會還錢 你們講的那個 蔡政府每年增加的這個 債務只有四百多億 你們做馬英九 這個每一年增加債務到 兩千一百六十幾億 這些都是因為 沒有把特別預算 二點二兆放在裡面 藍軍的打法是這樣子 你們到底有沒有把這個二點二兆 放在裡面算 這個國民黨跟民眾黨這一題 完全都不用公 然後呢 國民黨你去看侯友宜的講法 就是說睜眼說瞎話 這個不只是再留子孫 還再留曾孫 講這種話 就失去了一個 我對他一個尊敬 就要參選總統的格調 就不見了 柯P還算是 黑白講的比較是他對不對 是 沒錯 然後柯P的 我先把比較兩個人 柯P就比較聰明一點 柯P他就不敢這樣講 他就說 你錢給我花到哪裡去 你講啊 他的講法是什麼 錢佔八千八百億 你的防疫八千三百 他就講八千四 然後你一個國王的戰績採購的 一共四千多 一共加一加之多少 是啊 加一加之兩兆二 沒有錯 但重點就是說 我今天要特別舉出來就是說 臺灣的民主政治以後 阿扁要撈多少 撈多少多少 兩兆一 兩兆一 然後阿扁呢 執政了 你說債務 債務就是這個超過一年的長期債 這中間政府的一個債務 公共債務沒有去還的 就兩兆一 二點一兆 然後呢 阿扁呢 他到了二零零八年 交給馬英九的時候呢 是三兆六 就三兆六 就是說我到阿扁八九 我到那裡兩條鷹 我阿扁做八年之後 變三條鷹 那馬英九交給蔡政府 就是一百零五年五月二十 就是二零一六年五月份的時候 是五兆三千九 我們算五兆四 到現在蔡英文幹了七年 七年多了 是多少 是五兆八 你說不會切 你說沒有啦 你們那個喔 前三就八千八了啦 你沒有算那兩兆二 防疫就八千四了啦 還有國防要買戰機的 就有四千多 那兩兆二哪裡去了 你藏到哪裡去了 我覺得你是空儀喔 小的可以當中堂擠 說欸 總統政府擲一條說 衛民我們不錯 這百億給你 那這條線要怎麼算 一百億可以儘管給什麼人喔 立法院審 政府要發任何預算 哪怕你很不喜歡的前三 你要擋到國會來 國會你要花多少錢 第一個要先通過 至少要表決嘛 花完了 年度要結束的時候 來決算報告 你把它花多少去 然後接下來是什麼 監察院來做一個審計 所以我不曉得國民黨 是故意在裝傻 侯友宜怎麼會去講那種話 這一張就是最有名的吧 大家常常在看財務都會看這一張 看這一桶 這桶叫做什麼 這桶這桶 這桶就是說 每一個政府 你欠多少錢 都在這桶裡面 都在這一桶裡面 那所以呢 這一桶裡面 總預算你舉債多少 你跑不掉喔 總預算你多少你跑不掉喔 特別預算你舉債多少你也跑不掉喔 只是說到最後你可以去還錢 蔡政府喔 他就是說你看喔 蔡政府在從二零一六一百零五年上來 剩下五個半年多嘛 計算的標準 就沒有計算的一個基礎 你看從一百零六年喔 他那個去舉債的部分喔 有舉債一筆八百三十億的 接下來你看一百零七年 一百零八年 一百零九年 一百一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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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五年舉債零 零 不少錢 都不少拔到人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不要跟自己比 我也不要跟你馬政府比 馬政府你也不用去跟阿扁比 我們去跟全世界二十大工業國家 來做比較 就G7 這些國家來看的話 國家的一個長期債務的話 你看不要跟日本比啦 日本那個人大家都說 他失落了三十年 他那個國債比裡面喔 長期債務他到百分之兩百二十六 哇 第一名耶 我們來看我們多少 我們倒數第三名 倒數第三 就是說我們的財務 我們一般政府負債比率 你看我們有夠假的 你知道嗎 我們表現這麼紅 沒有一個好 二十大工業國裡面 你看看我們比日本比較好 比義大利比美國 比加拿大英國 還比這些國家都比較好 你看就想都沒有 我們再去把它看一看 就是說自己學了 你去看嘛 我們去看 你看目的嘛 大家看到的嘛 這個其實你用二零去年跟今年來看 國際上這些信品組織 目的給我們是AA 匯域給我們是 也是信用平等也是AA 然後標準普爾 就在今年的給我們是AA加 IMD大家總知道了吧 國民黨總很清楚了吧 六月二十號的事情而已 世界晉升力 要去全球第六名 這個會假 所以國民黨在想什麼 我簡單講一個例子 大家一定很有感 馬政府執政了八年以後啊 他當然馬政府做得很辛苦 一個國家 另外一個政府來 當然要讓人民多一點幸福啊 那個時候我們的GDP多少 你看看 我們國民所得多少 兩萬三美金對不對 嗯 現在多少 三萬二 嗯 一個國家馬政府你在執政的時候 多了九千塊 多九千啊 以前兩萬三 人出來問在做總統 現在給你三萬一 我們沒有因此而自滿 你去看看喔 一個國家你說你 國力到底有多強 你說看這個國家的GDP 到底有多少 就是說你產出有多少 包括這些勞務 你來看 我們本地馬政府的時候 你去注意看 你那時候是十七條 嗯 蔡英文她上台的時候 在競選總統的時候 曾經跟她講說 我八年後 要留給什麼樣的一個台灣 蔡英文現在我們的GDP是多少 二十二兆 嗯 馬政府你交給蔡英文的時候 是十七兆 嗯 蔡英文現在是二十二兆 嗯 所以有時候你看看 就是說 我們跟自己比 我們真的是有進步 嗯 而且國民黨我覺得超級不用功 為什麼我說他們超級不用功 就是說 建物開的那個錢 你像譬如說 那八千八百億啊 啊 那個不是前瞻基礎建設嗎 重點是一到四期 立法院通過 立法院委員准你 是你最高額度八千八 你就不是要把它拿到好 那有時候是變成說 內政部你欠錢 還是什麼人欠錢 我國庫 欸超過一年要算理性 國庫會想說 不可以加借 那這二十幾% 我這條錢拿去 這二十幾% 國庫要看你發債的時候 那個利息是多少 可是問題就是說 我只要牽扯到你這個部位 花錢短期債務低於一年的 我就跟你說 不要 慧民 呂部長 你就不要給我花錢 我調度給你自己的錢 就不用算利息 所以政府你有稅 債務的稅計的一個 一個剩餘的時候 你就趕快去還債嘛 一直去還債嘛 所以蔡政府還得多少 還得七千八百億是這樣來 靠那個什麼的 什麼債留徵孫 那你要計算給我看啊 對啊 國會長你要計算給我看 哪一筆 哪一筆錢 我說明一下 像我們的國會議員 王鴻威找到一個資料 他說財政部的資料裡面 財政統計月報 到今年六月底的時候 我們未償還餘額 是六兆五千億 那跟莊聖委員講的不一樣 莊聖委員講的是五兆八千億 可是六月底 政府的資料是六兆五千億 怎麼忽然間 蔡政府就定調說 只有新增四千億 所以數字我們當然會去質疑 我說來 那個原資 假設你現在有十億 你十億完以後 你會覺得說 我有幾個兄弟姐妹 我想創業 好 到銀行去貸款 六億下來 六十八 六十八 你說最高限額在下 算六十八 你可以說 再留子孫 越原資 你怎麼可以把爸爸的土地 拿去借六億 他說 每天都慢慢 不要去黑白說 最高限額六億在那裡 不一定要花那麼多 甚至我花了多少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我昨天不是要賺了一筆嗎 馬上就還給你 所以財務會有所調動 重點就是說 任何國家 任何的一個政府 所有的錢 沒有那裡可以借銷的 他們什麼 什麼你花了多少錢 可以藏起來 可以這樣 哪怕老蔣在執政的時候 幾年的時候 通過的總預算 然後監察院的決算 是多少錢 國家的債務是多少 一筆都逃不掉 總之這七年多以來 蔡英文總統還給 幫國家還錢 還了七千八百億 這是沒有錯的一個事實 再來聽聽這個賴清德 他沒有還錢 他新增債務也是四千多億 所以他是有增加債務 他沒有還錢 他弄了一個特別預算 那特別預算你也是舉債的 你們怎麼又來 你有增加債務四千億 怎麼還錢 你越欠越多怎麼可能還錢 不是啦 你怎麼又來了 我沒有 按照公共債務法 任何政府誰來執政 你至少你要去還原來的錢 你就是要至少要還五八 我們就沒有講那麼複雜 你有新增債務四千多億嗎 所以你就有借更多的錢 你回去問一下侯友宜 侯友宜 你問他說 你今年還了多少 每一個連縣市政府規定 你都還要還錢 你借新債還舊貸 你借新債還舊貸 你還是有多借錢 你實在是說 所以你不能說我給我 還裝債債借兩萬塊 還將近一萬塊 我就說我還一萬塊好棒棒 你實際上是多借兩萬塊 你實際上是多借兩萬塊 106年你政府錢債是多少 你要編五%出來 我今年假設你像譬如說 我在106年的時候 蔡政府就還了743億 有沒有 有 但是你有沒有舉債的 有 你舉債的部分 你說你總預算的部分舉債 特別預算舉債 不管你舉債的多少 全部在這個桶子裡面加起來 特別預算 假設你今天是舉債了 今天是說五千億好了 那總預算你舉債了五千億好了 加起來就是一兆 但重點就是說 我每年在收稅金 我稅稅稅稅稅後 我就閒 一直閒 閒到不就像這個漏斗一樣 它就一直掉一直掉 所以你水會慢慢變少 債務就會減少 是這樣的概念好不好 其實就很簡單 就是說 特別預算 你如果有借錢的話 那當然叫做舉債 那你總預算有借錢的話 也叫做舉債 兩個就相加對不對 問題是我的總預算 我就不借房子裡了 我稅稅還有村 有村我當然拿來承 就這麼簡單 好 我們要來聽一下 這個賴副總統接受這個 我們鄭宏怡大哥主持人專訪的時候 他認為兩岸之間 定海神針 台灣的定海神針 不是九二共識 是民主 我們來聽聽他的說法 如果 因為中國 中國一直講說 這個九二共識 就是兩岸的定海神針 那他的當然九二共識 就一中原則 你感覺你有兩岸的定海神針嗎 民主吧 因為民主是台灣的共識 國家的認同在 在國內是還沒有完全有共識 蔡英文總統是用中華民國台灣 其實從中華民國到 中華民國台灣走了幾十年 因為一開始是蔣經國先講 他是中國人 他還是台灣人 他也提出了崔台興政策 然後李登輝前總統是說 中華民國在台灣 所以台灣第一次出現 是從蔣經國開始 然後到李登輝 兩國論 然後再來是陳水扁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再來就是蔡英文總統 中華民國台灣 所以說在國家的認同這條路上面 走了幾十年了 所以我是說 因為這個已經是台灣的資產 幾十年來累積的資產 我們勢必為了要團結台灣 一定要持續下去 另外一個共識 大家沒有問題的就是 民主 就是民主 不管是在野黨或執政黨 台灣社會每一個人都肯認 民主的意義 所以我是說 如果兩岸有定海神針 台灣可以提出的就是民主 我們也 一開始我有講 我們不想跟中國成為敵人 我們可以成為朋友 我們也樂於見到中國人 可以享受民主自由的幸福 所以我是希望 中國一定要調整 一定要調整 台灣是善意的 台灣善意 我沒有要反攻大陸 我沒有 我沒有要反攻大陸 只有他要併吞台灣 只有你要併吞台灣 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是希望 這個中國他必須要體會 這個持續下去 對他一點好處都沒有 好這是賴副總統 民進黨的總統參選人的專訪內容 那麼當然對於中國來說 中國他現在是不是要想辦法 有一種說法就是說 能夠整合整個非綠勢力的只有中國 中國會不會持續的出手 又出到什麼地步 今天這個賴副總統的談話 他也回應到了所謂的疑美論 和白宮疑賴論 他都做了很清楚的論述 我想請問一下範老師 你聽的時候看法是怎麼樣 我覺得他講到一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說台灣是不屬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那我不曉得其他幾位想參加總統的選舉的人 不管是侯友宜 郭台銘 或者是柯文森 你們的態度是什麼 那另外他強調就是說 民主是台灣最大的共識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維繫民主 當然要強化我們的國防跟新防 這是非常關鍵的 那我不曉得其他幾位想參加總統的選舉的人 不管是侯友宜 郭台銘 或者是柯文森 你們的態度是什麼 那另外他強調就是說 民主是台灣最大的共識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維繫民主 當然要強化我們的國防跟新防 這是非常關鍵的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 他是把他的一個基本的路徑 寫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依照蔡英文 在過去七年打開的基礎 他要持續下去 然後透過這個方式 讓戰爭不要發生 那我覺得戰爭不發生 有兩種可能 一個就是投降 投降就沒有戰爭了 妥協 就像郭台銘講的 整個兩岸和平協議 和平協議 和平協議 就是為了妥協 那我們接受中國一國兩制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有強大的威責力 讓對岸不敢入雷遲 進雷遲一步 今天日本的 現在的自民黨的副總裁 就是馬山太郎 在台灣做演講 他講到幾點 他說第一個 他說台灣要強化自己的 強化自己的戰鬥意志 然後我們要確保我們的安全 然後他說希望台灣跟日本 繼續合作 維繫東亞的安全跟和平 他希望明年選出來那個總統 能夠繼續跟日本合作 我看了看去 目前四個裡面 大概只有賴清德可以吧 郭台銘說 我們不要再買武器 買了武器 手上有武器 敵人都會打你 那請問 這跟麻生的態度不一樣 麻生也跟郭台銘見過面 郭台銘 柯文哲說 我們跟中美都很關係 不要選面戰 麻生的意思是說 他要跟日本站在一起 對